買三個十塊錢的時候 你怎麼談文創 對不對 因為我們的社會還沒有跟上 那你說這個不是好壞 是說他應該怎麼樣做一個 需求面跟 產銷面的一些 一些回應 那才會變成一個怎麼樣 產業鏈 那個經濟的事情才會轉出來 不然的話我們現在都變成是一個 那個什麼 一頭熱 所以就會失去這樣的一種 好 各位還有什麼想法 我們已經罵了兩個小時的事情 其實我的想法是 因為有時候看到 像最近我們是去江崔伯龍那個 部署的那個 然後其實我感覺到比較正常 是在 學生跟人民的身上 因為他們 就是裡面的學生 對於自己人 這個事情都不太 他們可能有關係 但是並不會做出一個比較實際上的回應 或者說可能 附近的家長在發 跟退休老師在發傳單給他們 但是他們說 真正學生拿到家之後 然後回到江崔伯龍只有一位家長 他們發了幾次 一二十百位 那 我看到這邊很大的問題是 學生對於自己的行情 或是居民對於自己的行情 或是居民對於自己的行情 然後很冷漠 這些問題 就是 你回去思考說自己 可能家附近發生什麼事 比較沒有感覺 就像工作 就在南港旁邊 下雨為什麼 下雨的大雨旁邊 居然出現泥巴水 這樣 那 想說到底是不是要出現 還是怎麼樣 就覺得 旁邊怎麼要 這種事情都 不了解 那 有時候會覺得是 人民自己本身的問題 對啊 那關鍵當然是 政府 對不對 我是覺得人民不動 本來就正常 人民如果這麼積極的話 那要政府幹嘛 對不對 真的政府 也不順便再講 既然是 我們剛才講公民社會 這個政府只不過是我們公共事務的平台而已 都是社會 社會在領導這個政府 對不對 這個政府這個是公僕 他也是來自於這個社會 這個首長也是我們選的 對不對 那我們怎麼能夠縱容這個政府說 不要說他不能違背我們的意願 他沒有效率都不能夠接受 你還交錢給他 對 對不對 所以政府 政府今天 如果是我們現在講的這個樣子 會變成這樣 就是我們自己放棄的權力 沒有積極的參與才會這樣子 對不對 對不對 因為我們已經是民主國家了 因為我們已經是民主國家了 所以才有一段路要走 所以我們我們現在就要去公共的資ién 我們最近有一段路要在альных某些計畫 所以他們是建商最責業的 做時間 所有的資資源 其實他們不確定 那我確定建商他們做一些公共的資訊 一些這些公共的資訊 一些公共的資訊 一些公共的資訊 公共的資訊 當他們的中資其實 有些公共的資訊 只是他們正在經歷 他們所以會去做一些公共的資訊 比如說那個總子計畫 就是在那個信義區那邊就是做一些 立街建設 他已經做好幾個藝術企畫了 然後我發現國外很多一些大型的工業區 有些建設和實施 那不是實施的局勢 因為他們其實想要做比例開發的事情 那我覺得這個本來是一個很公平的事 就是說建商 我是覺得我們不要一開始就說鼓勵 建商用他的錢去做一些事情 這本來就是一個需要去鼓勵 那這個當然在西方有他們的歷史 因為以前西方的城市裡面 最重要的是基爾特商會 他們掌管這個城市的很多的 公共事務的運作 那最後才有政府才有城市 那城市其實是比較 那台灣是今天會比較常被詬病 就是說這裡面有模糊的界限 像總子計畫這個大概看不到 那有些我不曉得這個也不大 只是我們後面會知道有一些 比如說他去市政府做都更或提案 對不對這個當然會變成他的獎勵 對不對他講出來的話就跟其他講出來就不一樣 所以他有沒有從這件事情得到利益 有啊 又得到好名聲 對不對 所以這個在有個理論叫做壟斷地珠 意思就是說藝術如果沒有把握住的話 他有可能幫財團是在創造財富 比如說這個地方會不會因為有種子計畫 黃帝城跪起來 有些地方就這樣子吧 對不對 像他們在講那個城中區 這一段先不要錄 沒關係啦 城中區大家知道吧 在中華路那個文化大學對面那一個區塊 那他們不去找了很多藝術家進去弄嗎 對不對 後來那個地方 更多居民就回去開商店 那建商本來是希望那邊都已經要把它清理 你知道的意思 不是啦 在中華路旁邊那個城中區啊 就那個地方本來建商都已經收購一些房子要更新 對不對 那已經剩下幾戶沒有幫忙 結果他搞了一些藝術家去那邊聚集 結果旁邊又可以做生意了 你知道我這個意思 那他又更不好辦 結果他就把那個藝術家說我們就不要了 那問題是這個地方如果藝術弄起來 是旁邊黃地產就變高 所以他這塊地就變高了 對不對 這個是 是政府應該要去看到這件事情 就是說到底什麼東西來讓房地產變得比較高 政府當然要出手 那你說種子計畫 他還找了羊乳門 可是他想一想他種賣對不對 有去看過嗎 我問你那個賣怎麼種出來 我問過了 他用自來水在種賣 自來水 你看這個荒不荒謬 在節能減碳的年代裡面 在城市假裝做龍根 然後用自來水再種賣 他沒有我問過了 那這不是耍寶嗎 你要種就跑到山枝淡水什麼去種 幹嘛在信義計畫去在那邊假裝在那邊種都市龍根 這個往前走一步可是推後30步 這價值觀都 用情感來解決讓你覺得有可親近性 對可是這個就是我們社會要講理的地方 你不能跟我講說 這個案子種子計畫在講那個什麼 面對什麼都市龍根 那結果你跟我用自來水種賣 那你講不過去 就是理的部分就站不住腳 那更荒謬的是哪個 我們的客家文化公園 他弄一個梯田 用自來水種不到 因為賣還好 賣吃水的量不多 稻子就要很多水 然後每年在辦那個什麼義民節 你們有沒有客家人 什麼敬天法人對不對 客家人的勤僕的精神 我每次都看到都快暈倒了 用自來水種在種稻子 拿在那邊做昂骨粿這樣做吃法 很奇怪的事情就在這個城市裡面 到處再發生 他們基本上也是 他們也是在 在這個 討好這個 母親的情感音樂 可是你做個客家人 客委會進來 不是覺得去做這個東西 我們上次就找宗肇政啊 宗肇政啊 宗肇政知道都快破口大罵了 好 好 你把社徒放入完 他有沒有 他有沒有 都 都 都 各位還問我 請問一下,跟華光可能不一定有關 就是那個草宅空城那部分 如果說整個市中心的地下很高,人都一直出去 那這個地方到時候也會崩潰嗎? 沒有,就是變成暗暗的,變成城市中的危險的地方 最後有錢人,不是走掉就只能開車出來 所以那個地方永遠不會垮掉? 就是地價或什麼,他不會某一天扭轉 你會下來,那地價會下來嗎? 很多人私人石油 除非他要賣掉,不然他就放著 反正有個房子在那裡 所以那個地方就完全不會有什麼 會不會那麼長,應該還不會 只是說,我們只是從整個城市來看 我們本來覺得大安區永康間 應該是台北市很好的生活街道 對不對?現在國外人都來看這個 結果我們就把它搞成像菅義一樣 走在兩旁都像菅義一樣 對不對? 這個講話當然有點危言聳聽 可是那個事情真的 背後的那個價值觀已經在 進入到我們這個城市 而且逐漸成為我們這些人共同的價值觀 這個不是在講別人喔 這個不是在講別人,在講我們自己喔 然後我就在這個裡面 好歹空城不是在講別人 在講我們的價值觀 對不對? 想看看我們每個人都是這樣的教授 對不對? 對不對? 還有就是像這樣過度開發啊 可是環境每次都有條件工作 那其實你說那個 這個問他就這樣 對 你看水量那麼大啊 所以你看再建一個什麼 所謂的六本木什麼的BOT 那不是也讓整個環境 就是我們把這個地方拆掉 那不是環境也造成了普段 對啊 所以我剛講說 在華光環老術不是屍古有情 不是這些人有什麼癖好 不是 而真的是在談 城市的價值 這個我還是有一個疑問 我個人對於環境 所謂這個環評的認知啊 是應該是 唯一